大家好,我是阿力 在前不久的时候,这个住建部公布了一个数据 就是今年1到7月份全国蓬改开工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和2018年相比下降了很多 甚至从数据上来看腰斩了 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 在前两年这个轰轰烈烈的各地这个蓬改项目 为什么今年突然就腰斩了呢 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事 其实这个蓬改项目数量腰斩的原因很简单 主要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目前的国内楼市的库存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根据统议了2017年 三四线城市因为蓬改推动而销售的商品房 达到了1.8亿平方米 占到整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17% 所以到了2018年的时候 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库存甚至比一二线城市都低 第二个原因 就是目前咱们国家的城镇化的总体思路 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 咱们想想2014年的时候 咱们国家三四线城市的户籍城市化率 只有不到30% 那在蓬改的作用下 到了2017年的时候 三线城市的户籍城镇化率 已经增长了42% 这个进展是非常神速的 所以说这个蓬改功不可没 但是接下来要再靠蓬改来提升城镇化水平 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蓬改计划的推行 让这个地方财政的压力非常的大 毕竟这个蓬改是需要大把大把的资金来支持的 那这些钱最终都是要地方政府来偿还的 但是随着这个房价物价的上涨 货币化安置的成本也在不断的上升 到了2017年的时候 货币化安置费用 已经是实物安置费用的160%了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相当的大 尤其是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城市 不得不削减这个蓬改的计划 所以这就造成了 今年整个蓬改项目数量的一个腰斩 那么这个蓬改项目的开工数变得这么少之后 对于很多三四间城市的房价 还有其他产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些城市的房价会不会因此而产生波动呢 为此我们也专门的给大家准备一篇文章 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 欢迎大家关注阿力官罗市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 首页搜索阿力官罗市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阿力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观看了